去骨去刺的金木爐 魚塊放在鍋裡 小火慢煮 另一頭辣椒 蒜 爆香 焦在魚塊上 香氣誘人 但近期金木爐爆發病毒疫情 加一線許多養殖漁溫 感染受害 漁民說近期漁溫內大量金木爐死亡 一大早漁民就拿去檢驗站送宴 希望能釐清原因 實際到漁溫 可以看到有好幾隻魚已經死亡繁肚 加一線農業處回憶 從四月中旬金木爐病例 有顯著增加的情況 診斷後發現金木爐常見疾病 是以紅彩病毒 神經壞死病毒 及興趣感染為主 以往病毒感染大多是 兩寸以上的金木爐 但這次成魚的感染也大幅增加 目前也沒有特效藥 只能降低感染率 水質跟地圖管理 有良好的環境 就可以減少這些疫病的產生 那魚汁如果有異常的情形 由我們專業的受醫師 來做檢診跟諮詢不誤 由於金木爐正值高雄盛產季節 嘉義也進入產季 產地價格從去年一台金八十元 回檔至一台金六十到六十五元 但仍是較高價位 就怕疫情擴散衝擊養殖產業 農業處也發放防疫物資控制病毒傳播 希望降低漁民損失 三十星文廖郭雄 陳雲安 嘉義報導